伊朗和协议除美国以外的签署方,代表25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议,磋商如何保持协议生效,避免外国企业受美国制裁波及。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初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以来,这是伊核协议六国代表首次会商应对措施,5月26日新华网,美国顽固地退出伊核协议,逼得美国的铁杆盟友英法德焦头烂额,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先后访问俄罗斯,探讨共同对付美国的办法。 这不,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核协议六国首次坐拢来会商应对措施,这对美国不是一个好消息,美国好自为之,美国必须知道,伊核协议是伊朗与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德国、欧盟等共同协商得来的成果,是联合国认可的协议。 来之不易,美国岂能说退就退,说恢复制裁伊朗就恢复制裁伊朗,伊朗一个国家对付不了美国,联合国其他四大常任理事国联合,不可能对付不了美国。 加上德国、欧盟和联合国助威,美国只能吃不了兜着走,美国必须知道,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不容践踏,谁践踏谁就将付出代价。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到处推行霸权主义,到处挑起事端,扰乱世界和平,国际社会是可忍输不可忍,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就罢了,居然还要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核问题不是小问题,美国能够承担核扩散的责任吗?美国是不是想灭亡? 了,美国必须知道,目前世界上拥有的核武器,可以毁掉地球无数遍,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防止核扩散,特别是如果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会给全世界,给人类,给地球带来什么影响? 美国可否知道,美国岂能为了一己私利,致人类命运,地球安全于不顾,世界各国在其他问题上做不到新网易出想,但在核问题上,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美国如果不识食物,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5月2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的第一份伊核问题报告,认定伊朗仍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遵照执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这是最权威的结论,闪了美国重重一耳光。 如果美国始终要装睡,估计很难在有新来的时候,亡羊补牢,尤为未婉,群牙勒马,回头是岸,奉劝美国不要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走到黑,接下来,美国会如何想,如何做,那是美国的事情,美国,好自为之,不要后悔,世上没有后悔要,毛开云。 感谢观看